自1989年5月8号 越南与巴西建交以来 两国在政治、防务、外交、经济、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民间交流不断增进 去年9月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对巴西进行访问 其后巴西外交部长毛罗·维埃拉今年4月对越南进行访问 成为双边关系的新动力 我想强调的是恢复最高层接触不是最终目标 而是我们希望为两国带来非常具体利益的基础 无论是在贸易、政治还是其他领域的合作 去年 在范明正总理访问巴西利亚框架内 双方签署了关于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基于这份谅解备忘录 双方制定了建立长期技术挫生机制的行动计划 总体目标是为开放市场提供便利 为两国寻找新的贸易机会 双方将注重促进在农业、房屋、科技、可再生能源、体育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巴西目前是越南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2023年双边贸易额超70亿美元 马尔科法拉尼大使认为 两国在进一步发展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潜力 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努力实现到2030年双边贸易额达100亿美元的目标 马尔科拉法尼大使还表示 两国政治关系良好 双边关系不存在任何问题 这是贸易稳定增长的一个因素 我们想要感谢您再次感谢您的时间今天 谢谢大家